赔礼道歉却激化矛盾 这钱你可拿好了 你们拍手 你是不是脏的人是吗 你就告诉我拍手 这家杨子健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 找谁过 找谁过 我这到底做错啥了吗 除了警察 谁还能帮你把杨找完 人想到个人的利益真没有 可以得为对方着想 反思中明了了法理 挽回了心情 你要回家吧 敬民同心 社会和谐 这回快群众东西 一定要赔 不能要 图法栏目剧 乡村法官系列剧之 我的萝卜 下集正在播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对孙根生对自己工作的不理解感到有些失望 委屈 甚至是愤怒 冯所长虽然同意了赔偿 但是赔偿需要上报 需要时间 可根生却等不及了 他觉得你不能够及时解决 那好 我去正常的法院找张法官去告状 张法官这个人一向对人很热心 对工作很负责 尽管张法官招求很多的矛盾和纠纷 但是这一次这个萝卜事件却让他觉得有点为难了 因为孙根生和冯所长两个人心里都憋着一口气 都在端游走间 是互相不理解 谁都不愿意退让一步 在张法官的劝说下 冯所长终于同意向孙根生去黑皮道歉了 但事情会这样就轻易的圆满解决了吗 咱们今天就接着往下看 根生 我今天可是为你那萝卜的事来的 张法官 你可千万别再提那萝卜的事了 我跟根生都商量好了 那萝卜毁了就毁了吧 是吧 根生 是 是 张法官 我明白了 俺不找了 认了 你认了 派出所已经决定赔偿了 啥 赔偿 那钱俺不能要 张法官 你赶紧跟派出所说 那钱说啥俺也不能要 不是 你说这事 说得好好的 你咋也不要了呢 张法官 傻人死理 不要了 不让我拉了 你这不对 主张个人权利 这是好的意识 增强的表现 你该要还得要 张法官 那钱呀 派出所愿意给谁给谁去 反正说啥是不要 你看这是咋了 你看 派出所那头 我好不容易说通了 你看 你们这边又不要了 那你说 我来回跑个啥 童老板 其实我还是想要个说法的 要啥说法呀 这么说吧 根生 我本来还想把你立成明年 普法的典型呢 你看你倒缩回去了 要是派出所来送钱 这钱你一定得要 那不是萝卜的事 那是你个人的权利呀 冯所长说 今天过来 也许这就到了 你们俩哪都别去 在家打着 这么着 我把大伙都张了来 咱们开个现场普法会 号召大伙向根生学习 啥 还向他学习呢 他呀 差点被人家 把鸡囊户给戳烂了 谁戳呀 要照你这么说 这个普法会非开不可 咱把根生这个典型竖起来 我看谁还戳 你们在家等着 我这就去张了 张法官 你看见了吧 这可不是我想要 是张法官硬要我要的 你听听啊 还要树立你典型呢 聂子弟 看呀你这 孙萝卜还当对了 哪是 这妙没坏眼的 又不是输你当电影 你愁买啥呀 我还换一件 我说干声了 干声 干声 干啥呀 我觉得吧 这次你当这个典型 可能真当对了 再让以后 看谁敢说咱家姑娘 是孙萝卜 就是 就是 是吧 这么说的 可好呢 小姐们 法长来了 大家掌声欢迎来 小姐们 帮我这买买东西去 小姐们 一会儿啊 咱都去 根声家 咱开个扶法会 小姐你来了 又让你们跑来一趟 走 上孙萝卜喝茶去 让他们去车吧 谢谢 谢谢 咱先办正事 好 孙根声家住哪 孙根声 走 跟我走 小姐们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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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跟他 谁在娶媳妇呢 这么热闹 没听说呀 瞧瞧人家的喜事办法 多风光呀 想当初嫁你 敲目声就把事都给办了 倒像是偷子 乡亲们 一会儿啊 三妮 干啥去 王所长 带了我 我都也去 分工生家了 我们去看车了 都别走 挪鼓队 哎哟 还有多远 不远了 就在前面 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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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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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着左手来了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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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冯正龙 今天来咱们村 是专门给孙根生一家人道歉的 这前几天 不是在咱们村抓了几个偷牛贼吗 这踩坏了孙根生家的萝卜 这因为这几个萝卜呢 这孙根生 是三番五次的来我们派出所 要讨个说法 看来啊 咱们村普法工作 开展的不错 这就是典型 人家劳谋 一辈子在地里刨坑 都没当个典型 他这几颗萝卜苗 就当了典型了 这以后大家 可要向他学习 来 鼓掌 行啊你 孙根生 今天来啊 还有一件事 请乡亲们 给做个见证 这三百块钱 是我们派出所 赔给孙根生的萝卜钱 下面呢 我要亲自把这钱 交给孙根生 来 萝卜 敲起来 孙根生 这钱 你可拿好了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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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起来 停起来 别吵了 停起来 停起来 别吵了 哎呀 黄队长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我这不给他送钱来了吗 你这是计划矛盾呢你 就疯的 你太欺负人了你 我赶紧背门 你们派出所 你这么糟蹋人是吧你 我今天给你送钱来呢 你还想怎么着 你别说了 你踩坏了我的萝卜 怎么你还有理了你 我告诉你 你想怎么着 我都奉陪到底 派出所是咋了 敲锣打鼓的 他们是来送钱的吗 他们是来欺负人 那 欺负人都欺负到全门口上来了 哥 要我说啊 你就告诉他 哎 你没看现在电视眼的 这民告官的事多了 而且基本上都是咱老百姓赢的 现在国家提倡这个呀 咱老百姓有理的是不 有理走遍天下 哎 对 哥 你就告诉他派出所 我跟你说 这事闹到这份上了 你要不告诉他 他们还不服呢 哎 老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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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高啊 算了算了好啊 你这真问对人了 你兄你知道啊 哎 你就去县城 那个什么 啊 啊 律师宿所 你找个律师 剩你了 啥事都不用你管了 我说这事是真的啊 哎 你兄弟这几年在城里混 哎 是 虽然我没挣了什么钱吧 哎 但见了好多市民啊 没错 好 好 各 各 各 来 来 我 二 各 各 稍后 知道 放本 放есс 王老师 就是这块地 他们当时就是在这抱着搂着 就是滚着压的 就跟那厂里压麦子似的 你说这事你看见了 我来的时候完事了 我是听别人这么说的 那刘三不是亲眼看见了吗 损失不清啊 可不啊 咱一农民看见这个装作被毁了 心疼啊 找人去说说吧 闹了这么一出 国家法律有规定 国家公务人员在外面执行公务 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 政府是要给予补偿的 像你这个事很典型 对了 你说他还敲锣打鼓给你送钱 是啊 找了那么多人 当着全村的面 说是要陪我打萝卜 他那是来陪我打萝卜的吗 那不明白是来 糟蹋我的吗 他们这么做 侮辱了你的人格 让你呀 在群众中的社会评价降低了 明白吧 社会 这还是出面的 老孙同志 你这没事呀 该学习学习文化是不是 你这事啊 你完全可以行使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向法院起诉 要求派出所 第一赔偿你萝卜 第二向你公开道歉 你只要知道在这件事上 你精神上受到损失了 你就有权要求赔偿 这就行了 住 住 安静你的 安静你的 哎 兄弟们 那天警察抓贼谁看见了 来过来聊聊 那 他们两个都在了 哎 我看见了 那几个警察跟那俩偷牛贼在地里边这个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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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俩偷牛贼手里边还有刀 这么长 好 那到开情的时候 您给跟生做个证 呸 当着派出所的面 我可不去 没事 他们呀 是被告 我那是开玩笑的 我也没看见 哎呀 你咋没看见的 那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我那天呀 我就没在家 我回娘家了我 哎 你这 你这大白人那说瞎话呀 那天你不是站在人去看热闹吗 你你还跟着喊口号呢 你这 我不聊了啊 我回家做饭了 哎 哎呀 哎呀 把后边的事说一下 下去想我 哎呀 哎呀 哎 哎 师傅 你来的正好 这是孙登生的律师送来的起诉书 他把咱县公安局给告了 这小子 真起诉了 嗯 行 我知道了 嗯 哎呀 这小子 我都去穿起来了 穿起来了 穿起来了 你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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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 这地怎么穿起来了 不要了 围住 这叫保护现场 啊 把鸡穿起来了 你们不懂 这是书卖鱼 哎 小刘 刚所长急急往后出去了 你知道怎么了吗 哎 你还不知道吧 孙家沟的孙边生 把他排出所给告了 听说状子送到法院去了 这事要闹大了 所长 肯定IP了 你真有本事 是不是啊 刚立了功 你的尾巴都敲上天了 你都能想到 给一些敲锣打鼓的 去送钱 你咋没想到 你自己的身份呢 这是在警察做的事吗 头楼这么大的娄子 赔丽到现在就算完了 这下可好了 啊 到法庭上当被告了 老毛 你少喝两口饭 不就挨了局长两句说吗 至于吗 这事全怪你 我怎么劝你 你都不听 你说说 我这辛辛苦苦 为了谁啊 你知道吗 那天那个偷牛贼 手里可攥着刀呢 差一点都扎在我身上 你说我们干警 这拼了命的抓偷牛贼 为了谁 还不是为了他老百姓啊 这可倒好啊 这出了力流了血 这反过来还让人家给告下了 我怎么都想撸开 这道个事啊 也怪你们两个杠头子 都撞了一块了 你知道吗 这还要让我向他赔礼道歉 你说 你说我这招心是恶谁啊 老冯 你这个弯子还是没转过来 不你说你 老冯 昨天 我回了趟家 见着我爹了 就想起那点事来 去年咱们的地方汗成什么样 你还记得吧 怎么不记得 地都烈了 牛都渴死了 是啊 装进了 也都汗死了 我爹他种的八分地 都在那山坡上 有一次我回去呢 正赶上他会 一桶一桶的 从那河沟子里担水 往山上挑 浇他那庄稼 你说这老头也是 值得吗 是啊 我也说 我说爹啊 你值得吗 你看 一大把年纪了 挑一挑的水路上 得歇好几些 浇在地上扑 一股白烟全没了 可不是吗 我说爹 那咱家有多少粮食 那一顿一顿的 够吃三年的 你教他干啥 你猜我爹怎么说 怎么说 他呀 轮起扁着来 差点揍我一顿 哎呀 老张啊 你这当法官的 这回家也挨打呀 在单位啊 穿着官衣那是法官 那回了家 还不是我爹的 儿子嘛 我爹说你忘本 这是庄稼 你能眼看着他汉子 就像你的孩子 他渴了 你能不给他水喝 说的是啊 这农民啊 对庄稼 就像对自己的孩子 老冯啊 你这一晚上 可就说了这么一句明白话 咱们都是农民的儿子 多少年呢 不中庄稼了 要令你和这庄稼的感情 咱还真就没有农民身 可怎么说他们这番感情 咱起码得理解呢 可我那是执行公务啊 我知道你是执行公务 可孙根生的要求过分吗 他不单单是也要那几个钱 他就是要讨个说法 咱们平时总埋农民 缺少法律意识 给咱们的断案呢 造成了这样那样的困难 可现在农民有法律意识了 敢于向国家维护他们的权利了 咱们自己呢 反而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 这不是夜宫耗龙吗 老哥 记住这次教训吧 三哥 这是准吧 信哥啊 没错 这孙根生把派友所 是彻底得罪了 现在甭说过 别的呗 咱们把他们家房给拆了 派友所也不会管了 哥 那咱现在就干 夜长工作 干 肯生 肯生 快起来 快起来 快来看看呀 肯生 哎 哎 什么啥的大清早 大清早 这啥呢 这人 快点看看 张家羊不见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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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童儿 你你没插门啊 不是你插的不是最后 啊 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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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去找粗粗粗粗 哎 找粗粗粗粗干啥呀 啊 赶紧报案去呀 两只大羊不是小数目啊 我 我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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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货啊 快 快 好 咋 咋呢 你跟他说呀 咋说 该咋说咋说 娘 娘 你说吧 嘿 你这个人啥都干不理我 你 你 你 不对呀 这 你捅的娄子干嘛我说呀 我不说 就不真 你 你 你要不说 那羊找不回来了 找不回来了 找不回来了 我也不就我那个人 不他 我他 我他 找好 找好了 咬咬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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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咬 路路路小心点啊 去的跟人家警察好好说 好 好 咬咬咬 您别着急啊 慢慢说 按早晨起来一看呀 这羊帘里全空了 两只山羊都不见了 而且啊 那门也被人给踹开了 所以啊 觉得 那羊肯定是被人给偷了 你是哪个村的 孙家沟的 孙家沟 你叫什么呀 张桂芬 张桂 那 不好意思啊 我这 群众深入的不够 你说女人的名字 我对不上号 你男人叫什么呀 嗯 叫 孙庚生 谁 啊 哦 你是孙庚生他媳妇儿 小刘 把这文件偷离去 好 好 孙庚生他们家羊 被人偷了 行 怎么着啊 所长 孙家沟 孙庚生他们家羊 让贼给偷了 她媳妇儿过来报案呢 你说这贼可真有眼力劲啊 她谁家羊不偷 她偷孙庚生他们家羊 笑什么笑 群众的东西丢了你们还高兴啊 你们还是一名公安干警吗 还是一名人民警察吗 都听着啊 马上那样 立场追查 是 你拿那衣服干啥 你这是干啥呀 你这是 哎呀 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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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这是干啥呀 你这大事你说说 你又啥小孩皮呀 这日子没法过了 找谁过找谁过 哎呀你说啥呀这是 是不是派出警察欺负你了 那没欺负 人家欺负老百姓干啥呀 再说了 你那么能耐 接着个找律师 没有找法官的 你这谁敢欺负矮呀 你自己过去 贵妃 贵妃 你帮我 好 快 你帮我 帮我 怎么你 快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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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神哥 听说你家那羊被偷了 你报案吗 人拍这错管吗 别胡说 哎 跟神哥 忙儿找羊呢哈 嘿 没事找 接受 咋 看我笑回来了 想我不要了 你能走 赶紧走 真生 你这是怎么了 我们今天来是出现场的 咋 你家羊不是丢了吗 我们过来看看现场 走吧 好 带我们回去看看 哈喽 你家 快快快 快 阿哥 这不是玩好好的吗 玩屁 赶紧的 快 快 飞生 你挺有本事的 你说这话啥意思 还把我们给告了 啥 没有关违法 不违法 不过 这次万一抓偷羊贼的时候 他再跑到你们家萝卜店 那我们怎么办 你是来破案的 还是来糟蹋我的 你要是不想破案呢 你就回去 你让我不要了 就算你不想要 我也得履行我的职责 走吧 好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孙根生世毛病多 这我知道 可我就弄不明白了 我招谁惹谁了 好好的萝卜弟也被踩了 想要个说法吧 又招来接耳连叹的事 羊丢了 老婆也跑了 现在 那还得败大脸了 我这到底做错啥了吗 真生哥 你没做错啥 来来来 上来 找你有事了 干啥 来呀 先生啊 快走啊 张老婆你找我干啥呀 你干啥 你自己看吧 这咋说 这羊咋自己跑回来了 你听你说的 你们家羊长翅膀了 自己飞回来 他可是明明丢了呀 这咋回来的 咋回来的呀 想想 你呀 除了警察 谁还能帮你把羊找回来 警察啊 就咱派出所人的警察 除了他们 你还认识别的警察 可是昨天他们来的时候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子 根本不是来破案的 是来造造我的 你看你看 你这话就说的不对 你怎么知道 人家不是来破案的 你看 这羊都给你牵回来了 你还这么说 都是人 你把人家告了 还挨了局长的批 你这羊丢了 人有帮你找 人来的时候 还得对你陪着笑脸 那你这个要求也太高了 都是人 谁没点小脾气啊 那倒是 那倒是 根生啊 人想到个人的利益 这没有错 可有的时候呢 也得为对方着想 萝卜弟的事呢 我找冯泽找谈了 局长也批评了他 他这回是彻底的服气了 你说他错在哪了 他错就错在我刚才说的 只想到自己呢 怎么执法 他没有从你的角度想问 正好啊 你要照这么说呀 这萝卜的事就算了 我就不提了 算了 你这话又不对 咱不提还不对呢 你敢于主张个人的权利 说明你呢 有法律意识 我只是想提醒你 在主张个人权利的时候呢 也得替警察着想 你这个官司还得打 不打了 不打了 再打你 没法做人 那不行 你要这么说 这官司更得打 咱得让村民知道 我们就应该敢于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我这张法官呢 您就别害我了 我媳妇已经跑了 现在村里人 天天戳我几两骨 你说警察又帮我找回了羊 我再跟人家 郑生啊 你怎么总想你自己呢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不单单是你打这个官司 咱还为了谱法 毕竟咱们这儿呢 还没有这种 明告官的案子 是吧 董事长这儿咋说呀 你放心 他已经想通了 想通了 那 我再想想 再想想 霓儿 霓儿 来来来来 娘 你来了 娘 这是姥姥 给我送了水果 家里最近咋样了 娘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我可想你了 你快回家吧 别管了啊 这次娘啊 非得把你爹 那个倔脾气 给拎过来 娘 那个张法官 又去咱们家了 我说啥 你说打什么官司呀 会得急 跟萝卜 没完没了的 你看他律师长那样 跟个场景录似 关事 娘 我刚才给老师 送作乐器了 好好好 快走吧 走吧 又晚了 你说说你来看孩子 咱俩一块来看多好 你还偷偷摸摸的 哎呀你跑啥呀你 跑啥跑啊 对了媳妇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咱家那个羊啊 被派出找回来了 找回来了 可不 谁偷的 你猜猜 刘生 哎呀这个天 傻子咱们以前 都要多好 不是那刘三 不是支持你到派出所 打关子吗 啊 你咋不跟他亲呢 你跟他亲呀 这不是人心割肚皮吗 这回总算认清他了 行 你不在的时候 可怕人家俩苦坏了 羊都回来了 你要回家吧 我不回去 除非你不再提那萝卜的事 不提了 保证不提 真不提了 不提了 我都问了 上了法庭根本不用咱说话 那律师就是 啥 还打官司啊 哎呀你咋啥 你得打上门 你不嫌丢人哪 你还嫌丢人啊 你这个孙罗伯 我说你这个人 有没有点良心了 那咱家羊谁偷的 谁给找回来的 那刘三为啥敢偷咱家的羊 还不都是因为你得罪了派出所 那人家好心好意 给他羊找回来了 你看你 你三分五次的才打官司 那我说你这个人 有没有点良心 有没有点人情味了 不行 这日子没法过了 离婚 现在就离 我跟妮过 你给你罗伯去过吧你 离啥离 我是那儿的人吗 我也说不告了 可张法官说这个 不是被咱自己告 说是想把我立成一个什么 不法的典型 这就 啥典型不好 当这样的典型 还那羊圈里跑出来个骆驼 显出你大个了是吧 这不是为大伙牺牲吗 这不是张法官的意思吗 得得得 不听你得得 我告诉你孙登生 你打完这场官司 别让你的律师走 继续打咱的离婚官司 我也找律师去 不是你这 被告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尊敬的审判长 那天我们是在执行公务 毁坏了孙登生家的罗 当时也是无法避免的 即使是这样 就毁坏群众东西 一定要赔 这一点呢 过去有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这现在也有法律 我当时想不通 还借口赔钱 敲锣打鼓的 去羞辱孙登生同志 后来 经过法庭的审理 和局领导的批评帮助 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在此 我向孙登生同志 致以诚挚的歉意 现在 法庭已经做出公正的判决 我们执行法庭判决 一会儿 我会将三百块钱 交给法庭 再由法庭 转交给孙登生同志 沈门长 我的陈述完了 好 好 速静 速静 原告 下面请你做最后陈述 今天这个事呢 就俺说啥好呢 俺这个人吧 厚人死脸 俺这个毛病呢 连老婆都嫌 笑 笑 笑啥笑啊你 可是今天上了法庭呢 俺才知道 俺一定要敢于主张个人权利 其实吧 打一开始呢 俺就没想要啥钱 俺就觉得吧 被平白无故的毁了萝卜 想要个说法 今天法庭呢 给俺一个说法 俺就满意了 至于这三百块钱呢 俺不能要 如果拍手所非得给呢 俺就委托法庭 把这三百块钱 捐给县里的 建议勇为基金会 用于奖励那些 敢于和警察 一起和偷牛贼 做套争的人 王所长 你原谅俺那个坠脾气 以后呢 再有抓偷牛贼的事 你交上俺 跟你一起干 不过呢 只要躲啊 那萝卜蒂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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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抓捕了刘三木和其同伙。 刘三木和同伙托到则克生家杨的行为, 触犯了盗窃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 盗窃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 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 携带凶器盗窃,爬窃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处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冯所长帮自己追回了杨, 这件事情让孙根生很是感动。 加上张法官动之以情, 想之以理地做双方的思想工作, 孙根生和冯所长终于是打开了心结, 接受了这一次的经验和教训。 其实,如果发生类似事件, 根据《我国的人民警察法》第50条规定, 人民警察在执行公务时, 如果侵犯公民或者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并当依法按照《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和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赔偿。 那么, 换句话说, 人民警察执行公务时, 如果侵犯老百姓的合法权益, 这国家是会赔偿的。 所以, 孙根生向派出所讨说法所要赔偿, 不解没有错, 而且还是有法可依的。 因为这次事件, 根生也因此成为了村里的普法典型, 乡亲们也又因此增强了一些法律意识。 人民警察和人民本就是一家人, 人民警察为人民保平安互利益, 人民群众也要对警察工作多一些理解和配合, 互敬互助, 才能够共促我们社会的平安与和谐。 看普法故事品百倍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